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2月23號 星期六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沙烏地與胡塞達成停火協議 聯合國秘書長突然轉向 臺灣破獲假民調案 23家臺灣網媒被揭露 美國科羅拉多州除名裁決後 川普人氣大漲 在節目開始前和您分享一些三高代謝堡的用戶使用反饋 有一位客戶非常認同三高代謝堡的製作理念 他說 購買這樣的產品讓他感到非常安心 三高代謝堡秉承了中國道家的理論 認為人體是一個小宇宙 擁有自我療癒的能力 這款產品以獨特的古法配方 提供身體自癒所需的原料 全方位的調節和平衡人體的機能 從而激活自然的療癒過程 臺灣的雅小姐的母親患有老年失智症 在服用了三高代謝堡4個月之後 症狀明顯改善 精神狀態也變好了 三高代謝堡能為服用者帶來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 有眾多的見證者反饋 不論是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壓 高尿酸 痛風 還是慢性發炎 在使用之後 都有顯著的改善 歡迎訪問健康520官網 瞭解更多詳情 23日 聯合國駐也門特使宣布 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也門政府 與伊朗撐腰的什葉派激進團體胡塞武裝 都已經承諾採取相應的措施 以實現停火 以色列國防軍摧毀了哈馬斯頭目德伊夫的住宅 並找到了他的身份證和家人信息 德伊夫是以色列懸賞捉拿的哈馬斯領導人之一 路透社報導 自2015年以來 胡塞武裝一直與沙烏地領導的軍事聯盟作戰 這場內戰已經造成了幾十萬人喪生 也門高達80%的人口 依賴人道援助生活 聯合國駐也門特使格倫德貝里辦公室發聲明表示 歡迎各方承諾採取一系列措施 在全國各地實現停火 這不僅有助於改善也門的生活條件 也可以為也門重返聯合國主持下的包容性政治進程預作準備 胡塞武裝叛軍在2014年奪取沙納 引發了與也門政府的衝突 沙烏地為首的軍事聯盟長達8年多來 一直支持也門政府與叛軍作戰 另據路透社的報導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華森發表聲明說 我們知道 伊朗深度涉入了鎖定鴻海商船的行動計畫 正與伊朗長期提供物資支持和鼓勵胡塞武裝在這個地區破壞穩定的行動是一致的 而伊朗最近在印度海的船隻襲擊之後 英國外交大臣23日表示 我們不會容忍伊朗的惡意活動 英國與盟國的合作計畫會對抗德黑蘭的影響力 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裝正在加劇地區緊張局勢 英國還強調了海事自由的重要性 承諾採取果斷行動來打擊破壞行為 23日 伊朗總統萊西呼籲世界新秩序 說所謂的聯合國安理會無法阻止對加沙的戰爭 猶太人終將失敗 加沙必須由來自加沙的人主管 美國決定命運的時間已經過去了等等 而據《耶路撒冷郵報》的報導 22日 以色列國防軍對哈馬斯武裝組織卡桑履的領導人 德伊夫在加沙南部的住宅進行了突襲 發現了他的身份證 德伊夫在遭到7次暗殺之後仍然活著 其中一些暗殺使他受了重傷 在這個月的早些時候 乙軍在加沙散發傳單 向任何提供德伊夫等幾名哈馬斯領導人下落的人提供獎賞 在同一天 以色列國防軍和國安局辛貝特暗殺哈馬斯領導人阿特拉什 阿特拉什負責哈馬斯的武器走私業務 23日 國防軍詳細介紹了加沙戰爭 包括那裡發生的槍戰 還有乙軍對恐怖分子的襲擊和逮捕行動 表示在加沙城南部的地面行動當中 擊斃了幾十名哈馬斯恐怖分子 過去幾週 在加沙城南部伊薩地區的行動當中 乙軍摧毀了這個地區的哈馬斯地道網絡 被拆除的地道網是哈馬斯的地下哨所 用作哈馬斯總部的其它建築物也被摧毀 以色列發言人哈加利表示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部隊已經銷毀並繳獲了大約3萬個爆炸裝置 包括哈馬斯擁有的反坦克導彈和火箭 哈馬斯官方23日宣稱 聯合國安理會22日釋放出的關於對加沙的援助決議很薄弱 而且不足 前一天22日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自從看完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的視頻之後 首次發聲表示 哈馬斯10月7日發動的可怕恐怖襲擊 以及對大約250名人質的野蠻綁架 沒有理由可以為之辯解 我再次呼籲 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剩餘的人質 近日 臺灣網絡媒體人兼記者林憲源 涉嫌接受中共官員的指示 委託退休教授蘇雲華製作侯康佩領先的假民調 中華民國政府準備採取措施防範 臺中地檢署表示 林憲源涉嫌接受境外勢力 中共福建省委員會官員的指示 委託自稱是民調專家的蘇雲華 陸續在10月份期間假裝以派員的身份 面訪民眾或隨機抽取 臺灣地區北中南部 各300人以上民眾做電話訪問 但卻沒有實際的面訪或電話訪問 捏造不實的侯康佩領先總統選舉民意調查共8次 並進行數據調整加工製成圖表 林憲源在透過《指傳媒》等網站 接連發布相關不實的民意調查報導 誤導選民對於選情的判斷 以這種方式滲透干預臺灣總統大選 危害臺灣主權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自由亞洲電臺22號發布《指傳媒案》調查報導 發現這份假民調先是出現在特定的網路媒體 像是指傳媒等等 之後被搜尋引擎和主流媒體引用 發現指傳媒連同其他的一群關係網站 曾經在2019年兩度捲入紅色網媒案 這些傳媒的高層人士頻繁的參加兩岸的交流活動 2019年7月份《自由時報》等媒體報導 23家臺灣媒體同步全文轉貼了中共官媒 批判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的文章 總統府研判是紅色勢力發動的訊息戰 而轉貼文章的23家臺灣媒體當中 《指傳媒》等15個傳媒網站都是由一家公司 指動傳播科技有限公司經營 產經新聞臺北支局長石板明夫在臉書發文指出 他們發布假民調的目的是誤導選民對選情的判斷 是典型的認知作戰 幾個月前中共當局招待了很多臺灣的民調專家到中國去 要求他們在今後做民調時 要做出偏向親共派政治人物的結果 說明中共確實在利用民調這個工具 在滲透干預臺灣的大選 製造假新聞攻擊特定的候選人 提供便宜的機票給臺商回臺灣投票 招待里長等到中國旅遊 提供資金 手段層出不窮 臺灣臺中市第六選區立委參選人江兆國 2019年在臉書也揭露 這23個轉載中共假新聞的臺灣媒體 其中有18個就設置在臺中 呼籲應該追查 瞭解這些公司的運作和資金來源 不要讓臺中成為紅色滲透整個臺灣國安的破口 陸委會則表示 政府將配合執政黨和立法院的法案審議進度 期待建立完善可行的民主防衛機制 最近 美國科羅拉多州的最高法院裁定 將川普從該州總統初選選票當中除名之後 原本四分五裂的共和黨人 在2024年初選前的關鍵時期 開始集結到了川普身邊 並讓川普持續霸佔各大媒體新聞頭條 人氣大漲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佛羅里達州州長 德桑蒂斯認為 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的除名裁決 對川普不公平 指責民主黨和媒體濫用權力 但在實際中卻是為川普在共和黨初選中 起到了鞏固支持的作用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駐聯合國大使黑利認為 法官自行決定誰可以在選票上 誰不能在選票上 這種想法是不可想像的 科羅拉多州的人民應該感到憤怒 我們不需要讓法官做出這些決定 我們需要讓選民做出這些決定 共和黨策略師麥科維亞克對國會刪報表示 將川普從科州選票中除名的裁決 尤其團結了共和黨選民 因為他們將這視為出於政治動機 可能會讓黨內的一些支持 非川普候選人的選民轉向支持川普 共和黨策略師森特斯表示 這項除名決定可能會團結川普 在愛荷華州和其他地區的支持者 他們會將這個裁決與針對川普的 曼哈頓封口廢案進行比較 無論美國最高法院做什麼 損害已經造成了 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認為 如果聯邦最高法院不推翻這項裁決 那可能是一場災難 美國人民不會容忍 他們無法選擇自己想要的總統人選 這不是委內瑞拉 不是尼加拉瓜 也不是古巴 我認為民主黨已經危險的接近 引發那種對國家來說真正災難性的對抗 對川普除名的科州最高法院法官是暴徒 他們用強權取代了法治 前司法部長巴爾不支持川普 但認為美國最高法院很可能會否決這個決定 如果允許科州的裁決成立的話 那將會造成混亂 各州就會經常援引第14修正案 將他們不喜歡的政客踢出選舉 《紐約時報》記者哈伯曼表示 不知道什麼原因 每次川普得到一條在正常情況下 會出大麻煩的法律新聞時 都會對他的支持者產生凝聚作用 近日 美國佛州警方拘捕了三名華人男子 他們涉嫌從多間餐廳偷竊數百加倫使用過的地溝油 這些油可以被提煉之後出售 並作為柴油重新使用 餐廳通常會將這些地溝油賣給柴油公司 被捕的三名華人分別來自聖約翰斯縣 聖奧古斯丁和紐約法拉盛 他們分別被控重大盜竊罪 這三人開著內部藏有抽油泵的大型卡車 在夜間將車開到多家的餐廳後面 通過軟管從餐廳的儲油罐當中抽取滴溝油 警方表示 三人大約盜竊了330加倫的滴溝油 相信嫌犯是屬於龐大的偷油集團 不排除還有其他的同黨 這個集團已經在當地偷竊了價值幾千美元的滴溝油 警方上週六在石油回收公司的保安人員的幫助下 逮捕了這三名嫌犯 在這三人被捕的前一晚 保安人員發現有兩輛可疑的車輛 一輛汽車和一輛卡車駛離偷竊地點 隨後保安人員跟隨嫌犯到了另一個地點 親眼目睹了三名嫌犯從卡車上拉出軟管 從儲存廢油的油罐中抽油 大概抽走了150加倫的油 隨後嫌犯還去了另外兩個地點 用同樣的方式抽油 當晚被盜取的油大約是價值1036美元 而這些油罐是屬於保安工作的食品回收公司 油罐上貼有警告標誌顯示 根據餐廳老闆的獨家協議 這個油罐和裡面的東西是本公司的私有財產 我們將起訴任何篡改 移除或損壞該容器的人 第二天 警方在一家Target商店附近的交通站 成功攔截了這輛卡車 並將這三人逮捕 涉案的貨車已經按著佛州的重罪沒收法扣押 嫌犯陳雲秋和劉曾鈺告訴警方 他們是一家名為Green Power公司的員工 被告訴去抽油 但他們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他們的說法 今年是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號》上映26週年 影片推出了新的4K修復版 導演卡梅倫近期透露了一些顯為人知的幕後花絮 卡梅倫在接受《洛杉磯時報》採訪時說 投資2億美元的《泰坦尼克號》當年是有史以來製作成本最高的電影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回本 為了壓縮成本 劇組不得不捨棄其中的一個大船傾斜三度的場景 這能節省75萬美元並為其他兩個場景騰出預算 其中的一個是大船撞到冰山前的場景 另一個是船隻傾斜六度的場景 用來模擬船的下沉 為了呈現《泰坦尼克號》的宏偉 劇組在選決上可以說是費盡心思 他說 我們只會挑選那些長得不高的臨時演員 好讓我們的場景看起來更宏大 任何高於大約1米72的演員我們都不會錄用 就憑這一點 劇組就節省了超過100萬美元的預算 擅長以極高的預算拍攝動作片和科幻電影的卡梅倫 1981年開始導演生涯 迄今拍攝的電影不過上10部 1984年 他的第二部故事片《終結者》為他帶來的突破 緊隨其後的是《異形》《深淵》《終結者2》《審判日》 《真實的謊言》《泰坦尼克號》和《阿凡達》 僅從數量上看 許多人都感到驚訝 卡梅倫的電影全球票房總收入 迄今已經超過80億美元 他指導的三部電影分別位列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四部電影之中 包括《阿凡達》 《阿凡達水之道》和《泰坦尼克號》的票房 分別位居第一 第三和第四 卡梅倫是唯一一位指導的三部電影全球票房超過20億美元的導演 這期的國際風雲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提前祝您和家人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和聖誕節 下次節目再見 請到下集資討論 感谢观看